近几年多肉植物相当受到欢迎 草屯镇农会和双冬国校设计融入使农教育中 带着学生到农场参观与了解古类生长 并进行友善种植体验 我觉得很有趣 我学到了很多有关多肉植物的事情 可以放在客厅里面好好的照顾它 小朋友又知道更深认识多肉植物的种植 那我发现小朋友对这个DIY的课程都非常感兴趣 那将来我们也会朝着这方面 多安排一些多元体验的一个课程 让小朋友自己去煮盆 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掌控这个空间 然后友善地去种植这个多肉 太空包用完后会残留很多的墓穴 农场思考如何再利用才不会浪费 混合土壤调配后拿来种植多肉植物 想不到有不错的效果 还能够使用入菜变成农场的特色之一 多肉植物还可以来吃 譬如说先人长冰 芦荟也可以弄来吃 还有我们最熟悉的石莲花 所以其实有很多多肉植物 它是可以用来食用的 所以我们又把多肉植物 再加进来我们农场的特色之一 所以它又变成一个循环农业 也就是从种菇到最后面的墓穴 这些栽培介质还可以用来做多肉 然后都没有浪费掉 县远廖子又表示 古堡墓穴开发为炒花栽培介质 可解决古堡区化问题 也能够降低农民的栽培成本 建国以后这个农业的废弃物 它还是非常有价值 可以让循环的永续来利用 也感谢农场 愿意来提供这种资源 让我们相当国秀 提供食农教育的课外教学 也是一个让人家觉得非常支持 很肯定的一件事情 学校与农会结合 接着食农教育的规划 带着学生亲身体验 了解循环农业永续的发展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